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公布以来 持续引发两岸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 厦门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吴嘉莹 就对夏金合作的前景非常看好 意见的出台将让台胞台企在福建 有共充分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加速 正是台商发展的好机翼 也将为敏台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意见的出台对于在厦门打拼多年的台商吴嘉莹而言感触良多 他表示打造夏金同城生活圈 支持金门共用夏门新机场等每一项措施 都是实实在在造福两岸同胞的利好举措 这其中从打造夏金共同生活圈 到打造夏金同城生活圈一致支插 有了值得提升 探索夏金合作共建基础设施模式 加快推进与金门通电通气通墙 支持金门共用夏门新机场 看到意见中这样的表述真的很激动 另外意见的出台已让金门马祖两地的蓝营民代很有感 中国国民党籍金门民代陈玉珍表示 事实上金门与夏门已经形成一日生活圈了 两岸融合是好事 尤其见到夏金通水后对金门的帮助真的很大 我们也希望所谓路客自由行赶快开放 这样两岸之间会有比较好的互动 对金门的经济也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至于夏门与金门共用夏门机场的部分 如果能成对金门来讲也是相当大的便利 中国国民党籍马祖民代陈雪生表示 我们站在老百姓立场来讲 对我们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要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而且大陆就与我们相近 马祖当地人很多都是大陆移居来的 所以马祖乡亲大概都乐观其成 表达欢迎之意